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那今天来的节目中参与讨论的是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兼内政部政务部长孙雪凌 欢迎部长 大家好 同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来宾朋友 那节目一开始呢 今天我们锁定弱势群体 那我们先问来宾好了 玉凤 谁是弱势群体对你来说 就是那些需要帮助的 比如说自闭儿 特别孩子 还有就是那些好像低收入家庭 是 我跟他说讲法是一模一样 比如一些自闭小孩 特殊人士还是低收入的家庭 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属于是弱势人士 以上的话就可能还包括老人 是 对 老人是我们也很想关注的一个群体 除了以上之外当然还包括小孩 因为其实小孩子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 所以他们也是很需要我们关心 我觉得low income的家庭还有小朋友 还有家暴的受害者 我觉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有发展需要的小孩子 然后是低收入家庭 还有有可能有一些遭受家暴的一些受害者 这些也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群体 大家谈到那么多的弱势群体当中 刚刚有很多人提到小孩 教育是我们基本人权 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嘛 对不对 我们先从教育来开始谈起好了 请问这个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 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我们最关注的其实就是 小孩子有没有受到教育 他们有没有办法上学 如果小孩子能够上学的话 能够在学校当中学习这个知识 还有当然人生的一些才能 技能的话呢 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新加坡的education system 是竞争很激烈的一个education system 我身边的朋友都有孩子 我看到他们为孩子的压力 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他们要如何得到一样的教育 怎么去民校 怎么去比较好的学校 是 部长要跟你说 每一间学校都是好学校 我们是希望能给每一个孩子 提供一个好的一个开始 无论他是来自怎么样的家庭背景 刚才我们有提到有发展需要的孩子 那我们如何在学前教育这个时间段 提供一个好的一个环境给他们 然后让整个社会怎么去包容他们 关爱他们 这些都是我们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 其实在幼教的环境内 我们经常告诉家长 让孩童来学校 不过重点并不是在于学习ABC或E23 他们所要学习的是如何与人相处 如何自理 同样的对什么事情都有兴趣 对学习有那个热忱 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 我们这几年来也看到了政府很积极的提供不同机会 比如说在发展或者是学习需求上面 有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政府也通过了不同的计划 比如DSLS 或者是Inclusive Preschool 这些计划很重要 因为这让这些孩子也有相同的机会 接受良好的教育 政府推出了一个计划叫社区联系战 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 不是每一个家庭的问题是一样 我们需要去了解它的需要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先做一个调查 先去了解具体这个低瘦家庭 它的问题是哪方面的 有时候这些问题是有互相交叉的 例如可能是有家长是可能是生病了 或者是说他就业不稳定了 或者是说他们家庭关系不是非常的和谐等等 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小孩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小孩 他有没有去学校 他去不去学校不一定说是他自己的问题 而是说他家中可能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这种调查的方式 先去了解具体这个家庭面对的挑战在哪里 我们才能针对性地去帮助到他 这个时候就请谢儿所有的来宾 大家一起来举牌 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特需孩童和一般的小孩 一起上主流学校一起学习 你们觉得可行吗 一 二 三 看一下 来 大家都认同可行 而且值得鼓励是不是 但是我们听一听特需的孩子的妈妈怎么说 那时也有校长跟我讲说 你没有听过特别学校 我说我的孩子就是特别学校 我想给他尝试在正规学校 因为他自己也有想说 为什么我after K2 我不是去Premium 1 所以我们就after Pathlight了 我们就给他尝试做去Premium 1 因为女儿也曾经跟特需的同学一起上课 作为父母有没有觉得说 这个孩子可能跟我孩子不太一样 会有不放心还是什么吗 这几年来我们公司一直有拼请特殊的小孩 那我女儿在我身边也是一直有听到这一类 我把她送去英国念书的时候 她就说在她班上有好几个特殊的小孩 其实如果在外观来去看 你是不知道的 他们可能是有点轻微 但是因为她是读所谓的舞台剧 那都会有运动表演 还有跳舞那一类 然后她就说 就是我把她当作一般的同学来看待 反正他们这些小孩 他们接受能力还比我们来得更强 是 孙雪凌政务部长 最近就到蔡挫岗的学前教育中心去 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 怎么玩 告诉我 告诉我快点 你拿一张卡丝 我拿吗 我拿 好 好 哈啰 哈啰 瑞娜几岁呢 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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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一张卡丝的游戏 钓鱼啊 真的是钓鱼吗 还有 还有什么 可以找到一个 要给她认识那个字 所以通过这样的游戏的方式 去给她钓鱼之类的 去给她找一个字卡 然后她需要钓出那个字卡来 那Michelle是Rina的妈妈 对 你发现Rina参与了这个 DSLS program之后 学习有没有进步 有 有吗 很好 三个月里面 给我的女儿在这边 读 学 学到很多东西 也进步 然后你是惠妹 还有王先生 对吗 对 你们的孩子几岁 孩子四岁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王少宇 Zek Zek 那Zek是参与了我们 奥龙幸福部计划 是吗 对 有多长时间了 大约有八个月 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计划帮助她很多 自从她参与了这个计划过后 我们看到她在各方面 都有组间的进步 在语言方面 她可以用更多的词汇 可以说更完整的句子 我觉得包容幸福祝计划的一个优势 是它其实创造了一个学习环境 让有发展需要的小朋友 跟其他的同学 有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然后其他的小朋友也有机会去关爱 这些有发展需要的一些同学 可以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爸爸 谢谢你 惠妹 谢谢王先生 我觉得很感人 像玉凤姐还有照顾特殊特殊特殊材质的老师 我觉得他们很伟大 因为需要的耐心是真的很多 我们看了国际的研究 其实他们的这些发现都是一致的 就是学情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到7岁之间是孩子学习的环境时期 然后除了一些技能上的这方面的学习以外 其实跟其他的孩子的这种交流互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刚才你看到我们的这个包容性辅助计划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提供了一个学习环境 当那些有发展需要的孩子 跟其他的孩子有互相交流 互相玩耍 其实对各种类型 各种地景的孩子都是有帮助的 首先当你有发展需求的时候 你已经输了 你知道吗 那个起点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些计划更加重要 显得重要关键 是这么说吧 我觉得很多小孩还有家长在新加坡 他们其实希望看到的就是 我希望有机会能去发挥我的潜能 我希望我有机会 一个公平的机会 去追求我的梦想 那就有一所说的 有发展需要的孩子 可能他们会觉得说 我因为某一些先天的一些特征 我就输在起跑线上 那我们作为政府 作为我们的这个社会 关爱这些小朋友的人士 我们怎么提供一些条件 让他可以往前走 对吗 相对平等一些 相对有公平一点的机会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 希望能做到的 这就是我们包容性社会的一个特征 是 我想大家都能认同 弱势群体面对的问题 不单是教育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群人因为被家暴了 所以他们身心受到很大的创伤 那这群人该怎么办 下一节的节目呢 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本地的精神健康问题 同时也一起来关注 本地的家暴问题 这个讯号是指 我是一个家暴受害者 请帮助我 这就是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需要发挥的一个角色 有时候我们名人做义工 可能会被讲说 就是要公布 这个世界是有很多人需要帮助的 所以我就坚持一定要继续做 跟一定要继续姿势 所以请大家加入瑞恩的影迷会 欢迎回到公众访明晴 那疫情发生三年多来 初期的时候因为风控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很多时间都待在家里 结果一些家庭 就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所以根据我们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统计 家庭暴力专业服务中心 和防止家庭暴力中心接获的询问 2018年大约是2900通 2020当我们疫情发生 巅峰时期4600通 几乎是翻倍的 那去年是回落到大概3300通 所以大家的认知里头的家暴 不仅仅是打到你头破血流 遍体磷伤 还有你一些行为举止也构成家暴 家暴来讲 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打到那个出血 冷暴力其实也是 很多时候就是语言上的那种暴力 往往也会让人家有一种精神崩溃的 在幼教方面 学校我们也注意到一种 我们所谓的护肋 疏忽 就比如说孩子的卫生 或者是有没有给予孩子 足够的关注关爱 这一点也是我们会注意的 它也可能是暴力的一种 对于家暴 我通常接触的都是自闭儿 所以我知道自闭儿在青春期 还是成长过程中 有时会遇到无法解说的 他们会用暴力 那其实本台的前线追踪节目 在9月份的时候 制作了跟这个家暴相关的一个访问 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一个受害者 又或者说应该说幸存者 他分享他的经历 84岁的林婆婆去年10月搬进了新家 年迈的她其实刚离开了原本的家 我搬出来是为了我的女儿 一些对我不好 每天我睡觉好久 我房间的门绑得很大声进去 长期生活在家暴阴影下的林婆婆 在家里受欺凌的情况日益严重 他们就用很多很多手段 就是撒盐在我床上 整个房间倒垃圾 那时候是我在房间 我女儿就丢我的东西 我女儿就开我那个厨高高的 看到里面的衣服什么跟我翻翻的 她看到有那个很大包的地址 就打我的头 虽然林婆婆已经远离施暴的家人 但是家暴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 听到这个婆婆的分享 隔着一个荧光瓶 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个恐惧 Ren也带领着你的影迷朋友做病医工 也碰过家暴的受害者吗 幸存者吗 是的 就做义工的过程中 有碰到一些性暴力的家暴受害者 我跟他们接受的时候 是觉得蛮无助的 因为我最多只能给他们精神上 鼓励跟支持 其他的我却什么都没有办法去做 我觉得他们已经见了很多 很多墙 真正的痛跟伤 我是看不到的 因为接触的时间不是很长 对 不过很无助 感觉很难 我想对于家庭服务中心来说 真的疫情期间 接到的求救电话 询问电话 是不是多了很多呢 确实有 因为在疫情期间 平时能够分开 一起上班的一个时间 已经变成在家里上班了 所以摩擦的时间也无形中变多 当然你来我往 有时不小心这个家暴者 就觉得你讲话刺激到我 我就出手了 我们家庭服务中心也是会进行辅导 帮助这个幸存者 如何地去面对这些 私暴者他们所使用的手段 因为首先你一定要保护自己 让自己可以存在 可以生存下来 然后你才可以勇敢地活下去 我们发现很多受家暴的受害者 因为是自己的家人 是私暴者 他们就不愿意报案 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家人 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无法帮助到他 所以我们有一个 跨部门的一个工作小组 就特别去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就要发展 很多很多不同的渠道 让这些受害者想求助 例如说要打电话也行 发短信也行 或者通过这种网页 去输入他们的一些 资本的一些讯息 或者是通过手势 这种不同的方式 让他们去跟别人说 他们需要帮助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辅导方面 这些受害者 他们需要有人去聆听 他们的护士 他们要觉得说 没有人在批判他们 然后他们可能也需要一个 互助的一个小的团队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 所谓的这种 support group 这样的话 他才觉得说 他其实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其实有别人 也申请出他的这个处境 然后是了解他的心声的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跟内政部 最近也推出了一个 紧急应对小组 明年四月份就会推出 这方面的计划 就是当受害者 他求助的时候 不只是警察会出面 这个社工也会到现场去 因为有时候 这个施暴者 他的这种施暴的方式 他可能没有说越界到 警方可以当场去逮捕他 可是这不代表说 这个受害者就没有危险 所以我们是希望 就是说从明年四月份开始 我们的这个社工就有这个能力 去发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就是说 你在N多个小时以内 你不能再去恐吓 或者去向这个受害者施暴 不然的话 我们警方是有权利去逮捕你的 说到精神健康 我觉得在疫情期间 像日凤 孩子怎么样 就是这个自闭症的小孩 虽然已经成为一个大人了 但是精神健康各方面 应对得如何 还好 因为每次要跟他解释 因为疫情 所以你的节奏 因为他们是很固定的 就是上班 下班 疫情期间 有时变成不可以在一起 就要放成上下班 所以他会一直在改变 现在我觉得我是在学习 我要take the challenge 在疫情时段 因为那时候 餐厅都不可以开业 我们只能够做外卖 我们又请了好几个特殊小孩 只能够让他们待在家 但是在那一段期间 我们一直有跟妈妈有联系 就确定小孩的状况 状况是OK的 我们的社会当中 必定会有一些人 其实是需要帮忙的 但是他们又自己站出来 说我需要大家的帮助 我们怎么样去深入 去接触到这一些人 能够及时及援助呢 这就是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需要发挥的一个角色 因为有些时候 不只是政府要做他的责任 或者是我像Linda 他真的是一个模范雇主 他做得很好 所以对于我们的社工来说 我们其实觉得 整个社区的力量很重要 如果你看到你的左邻右舍 平时很吵闹 整天在吵架丢东西 大家其实也可以伸出 一个元首打电话的 现在电视上 也是常常出现很多宣传 有好比手势 好像那个打热线 部长 那个手势 可不可以比给我们看 那个求救的手势 你是不是学过 对 就是这样子 大家学起来 电视机前的观众 请大家学起来 很容易做的 对 这个讯号是指 指我是一个家暴受害者 请帮助我 我是一个家暴受害者 请帮助我 给大家学起来 那瑞恩我觉得 作为名人有绝对的影响力 所以瑞恩也是带着你的移民朋友们 也到这个社福机构里头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是的 大概十到十五年前 我庆祝生日的时候的粉丝都会买一些礼物 写一些卡片 不过对我来讲 那些是很浪费钱 也很浪费时间 我当时就决定说你们要送我一个礼物 不干脆我们大家都一起去做义工 从那时候开始我每年的生日 我们尽量 COVID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义工 但可能年底圣诞节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 所以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义工 有时候我们名人做义工 可能会被讲说 你做的然后又要post 然后又要 就是要publicize 你是不是在 为了博有眼球 宣传 不过我觉得我是有一个平台 我有一个声音 如果我去做这些东西 为何不要去让别人知道说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是有很多人需要帮助的 所以我就坚持一定要继续做 跟一定要继续post 因为有时候是 他们是没有那个awareness 原来是有这一方面的人需要帮助 是 所以请大家加入瑞恩的影迷会 对不对 一起来做义工 对 但是我觉得做幼教工作 老师的观察力要非常敏锐 因为如果学生有任何的状况的话 你是可能第一个可以伸出援手的 对不对 老师 对 完全正确 其实如果你一天24个小时的时间来计算的话 老师看到孩子的时间 可能甚至比爸爸妈妈还多 所以我们的老师是非常地了解孩子 生活作息 他的性情 他的习惯 所以当孩子 今天怎么突然间不玩这个玩具了 怎么这几天愁眉苦脸的 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tell tale signs 让我们去注意到家里有什么事情了 当我们观察到这些之后 我们会和家里沟通 就可能说还好吗 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需要帮助吗 我们是安全网 我们是第一层 老师 学校跟社区 其实是我们最好的资源 最好的眼睛 也是关怀社会的第一道防线 没错 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这个家庭 这个个人 我们不应该从我们能提供什么服务开始 而是真正地去了解这个弱势群体 这个家庭 这个孩子 他真正需要什么 他是有经济问题吗 他还是 或者是他有心理健康问题 或者有交报问题 等等 我们得先了解他的需要 我们才能对症下药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们政府也推出了不同的这种软件设施 好让不同的社工 从他们跟家庭的访问当中 所得到的讯息 他们都可以输入这个软件 不同的社工去 想了解这个家庭的时候 看到他们的个案的时候 就可以一目了然 无论是我们的设备也好 我们社工之间 我们的不同的这种服务团体 我们怎么更好地协调我们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是 上一节节目我们还谈到说 教育对弱势群体的重要性 但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保障他们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那我们怎么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找到好工作 让他们可以维持生计呢 我们下一节节目一起来讨论 我带了一个包 其实也是一个测序儿童送给我的 这也是一个就业机会 各位 他最喜欢画猫猫 然后他这些猫猫动物是他画的 是 所以你看都是成为一个工艺品 这个项目叫做爱心面条 培训它怎么去煮四川丹丹面 我是一路吃一路流眼泪的 欢迎回到空中访民情 今天聊节目中的是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兼内政部政部长孙雪凌 全球经济不明朗 我们一般人会担忧的是 哎呀 接下来工作不好找 可是对弱势群体来说 恐怕找工作从来没有容易过 请问孩子找工作找了多久 他在IT是读像他们这样录影的 是 对 不过他不能做 因为录影方面需要很多的那种EQ 对吗 因为你要接触不同人 对他们来讲 这块是比较难做到 所以他就那时IT出来 他也想读音乐 不过他那时就去面试 他收到信的时候 他说我的鼻子要留下来 因为我没有被录取 可爱 那时我们就参加那个E2C 就是在那个Ann-Avran Vilae 他现在的工作那边 不过也是等了大概一年多两年 对于妈妈来说 孩子能够独立才是最重要的 对 为什么要工作 就是让他独立 对 因为妈妈迟早会离开他 对 是 而且他一独立我也比较多时间 原来是为了自己 可以看看电影去烧烹的 对 好 今天其实我们的设置组 也跟拍了俊伟 从他家里出发到工作 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说 可能有一定的挑战 也说不定 我们一起来看看 对 是他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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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OK OK frater 我要登丁者 現在去哪裡 現在要去周公 去大地點去周公 自您來到這裡 從2018我來到這裡周公 來到這邊是做packing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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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Amy Mr Amy 很多新的產品 然後去到很多個地方 送給很多個地方 好像動物園和那個 River Night Safari也是 我說不錯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 很支持的 我們有一個 主要的 社會 所以会给予他们投资金融合资金融合资金 因为它是很构策的 步一步 塑造 附近 营锁 营锁 所有的东西都在店铺 非常合适于人们尤其是尤其是 我们教他们的方法是通过视线 因为通过视线 他们会学习得很快和快 我不知道他会做这些 是 因为通常他就跟我讲 我拍东西 我今天累过 我每天都会问他 因为每天后来我都会跟他讲话 多了解他有什么事情 我觉得很温馨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自闭儿童 其实他们有他们的强项 是 对吗 是 还会玩乐器 对 会玩乐器 然后看到他刚才就是很规范地去整理东西 对吗 然后他每天就按部就班地上班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他的强项 是 所以其实政府是有提供一些补贴 去鼓励一些雇主 尽量在可以的范围以内去聘用这些特殊人士 我必须说我们现场有模范雇主来 穿透花 来 你们这些年来聘用了多少特殊人士 加入你们的行业 在我们整个集团里我们大概聘用了有30位特殊小孩 那他们不单单是能够做admin work 那我们也其实让他在fundline 比如做service line 那也是有backend 好像steward thing的那一类的工作 当然是我们的店我们就有两名小孩 一个是智障小孩 另外一个是dow symptom 今天有句话说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 意思就是说与其你给这个人鱼 不如叫他钓鱼 对不对 为什么今天像是专家豆花饭装 你们坚持要做这个所谓的工艺也好 或者说一个营造一个包容性的工作也好 就是这个目的 以其是我们给这些弱势群体买一些他需要的用品 那我们觉得不够 那我们要做的是只要能够给他一些技能 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们这一个项目叫做爱心面条 Noodles for good 我们把这个小孩去培训他 怎么去煮一个四川丹丹面 怎么去煮一个葱油面 就是让他有一个机会自己能够创业 那时候我们跟Puffline School就有很密切的合作 那小孩在18岁以下的时候 你们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他有特殊学校 那18岁以后怎么办呢 那社会会不会去打开这个门 去接受他们呢 那时候我们就针对 我们要给的呢 是给他有一个技能 非常社会 能够让他继续维持动力 一直延续下去 今天我们一共有三对 母亲带着孩子在不同的学校 然后自己开了个面当 然后自己开了个面当 那最大的那个是在皮山的公教 那个学校应该有千多个小孩 他一天可以卖百多两百碗的面条 我们其实给他的不单单是一个收入 我们给他的是小孩能够自己有个独立 父母会老 有一天会离开 那如果是家里还有其他兄弟姐妹 也许你还会有照顾 那如果是只有个小孩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其实想着就想着更远的那边过去 当这个特需小孩煮那第一碗面 给Linda吃的时候 他眼泪就流下来了 你要说一下当下就眼泪 对 因为当时教他那个面条 教他在厨房怎么去煮那个 我们四川淡淡面 连续三天就在培训 那师傅就是很有耐心地教他 当时他煮了第一碗面条 他就说那你去给Linda去吃 我是一路吃一路流眼泪的 所以叫爱心面条 因为看到的是我们的努力 能够让一个小孩能够独立 而且他就有信心 对 他就有信心 然后他再去包那个饺子 因为他们很专注 他们不会受外界的影响 他们就是我今天就是要包饺子 我就是一直包 一直包 一直包 一直包饺子 当你去看到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会很感动 因为你会感觉到他其实就是一张白纸 那今天只遇到我们给他一个黑白 还是给他一个视彩 全靠我们怎么去 当然我们选择的就是那个彩虹 让他的人生有更多不同的颜色去看 没错 来 瑞恩 其实我觉得自卑儿艺术方面很有才华 真的 尤其是音乐 音乐方面很有才华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强项 只是要看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新加坡人 愿不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 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代代相传的一个部分 父母亲也是总有一天会老 所以孩子也是要需要有办法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所以教育很重要 技能很重要 但是人生有时就像一个马拉松 今天你做不好 其实你明天可能会好起来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服务的个案 他们不要怕失败 其实走到最后的时候你会成功 当我们说资源支柱的时候 大致上有两种 第一种 金钱 物资 这个重要吗 重要 因为这能够解完美之急 比如说孩子生病了 尿片没有了 发薪日还没到 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 不过同样的 我们也要让家长知道 有习惯 说有那个信念 我自己也可以帮助我自己 我未必需要长期的资源 现在我这个困境不是长久的 我也可以让我自己的生活更好 更加的进步 我们了解到特许人士他们找工作的时候 可能会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 因为不是说每一个工作的范围都适合他们 然后这些雇主也不一定足够的了解 这些特许人士的特征 还有他们的强项 所以政府就有一些补贴去鼓励这些雇主去聘请这些特许人士 然后也给一些培训的一些课程给这些雇主了解说 怎么去改变一下他的工作的范围 来去迎合这些特许人士 其实有很多特许人士 他们有他们的强项 无论是音乐也好 或者是说画画也好 今天我带了一个包 其实也是一个特许儿童送给我的 这也是一个就业机会 各位 他最喜欢画猫猫 是 然后他这些猫猫动物是他画的 是 所以你看都是成为一个工艺品 没错 那其实他们也是需要我们社会的帮助 我们作为消费人士 我们就可以去购买他们的一些工艺品 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杰作 对吗 是 不想要现场的朋友对于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了解有多少 这跟打造我们的理想家园有直接的关系吗 我们下一节的节目一起来讨论 新加坡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吗 这几年紫色运动做了很多 这是为了特许儿童 抽出一点时间跟他们多接触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我希望新加坡可以继续成为一个 能让每一个人能发挥潜能 追求梦想 过着美满人生的一个地方 欢迎回到公众访民情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勋才和第四代领导班子 他们发起的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目的是邀请国人一起来更新社会契约 以及规划我们新加坡的未来 这个全国运动其实有六大支柱 其中之一就是关怀 那关怀的着重点就在于要让每一个新加坡人 我们可以过上有尊严 而且忠实的生活 更好的照顾自己 还有照顾身旁的人 那你们的认知当中 新加坡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吗 yes or no 大家都一致认同 就可见我们有进步了 是这么说吗 我是actually这样也这样 因为这样是这几年 很多年以来已经 当Purple Parade 那个紫色运动做了很多 大家都知道每年都有一个活动 多数都知道这是为了特序儿童 我相信很多都因为这个活动参与 更加了解这些团体 你就会比较会有包容性 这别人是看不出的 对吗 他们外貌看得好像很好看 好像normal 一般人一样 所以有时他们有一些奇怪的动作 比如拉头发 还是自言自语在地铁上 我们可能可以多包容 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巴士街的民情调查 做了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调查 得出这个结果 一千名受访者当中 百分之八十三的人 是同意说 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 新加坡是具有包容性的 百分之十七不同意 其实这个调查的结果 比我想象中好 后来以为一半会不认同 说我们有包容性 可能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范围 所以我每次会觉得有待进步 有待进步 就是说我们应该继续努力 所以我看到这个结果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挺受鼓舞的 是 欣慰 新加坡人是很有爱心的 其实从很多个方面 你是看得出的 不过我同意还可以再紧急 例如说COVID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那些医护人士 不是在MRT跟公共交易 受到歧视 其实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 我非常生气 我太生气了 然后我就问RBKD 我们可不可以做 something for this 医护人士 过后我们就有送他们 care packages 鼓励他们 跟他们说 不是每个新加坡人会歧视他们 是 如果要成功地帮助一个家庭的话 政府 社区 还有企业 当然非常重要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有义工的中心 我们其实也是招募了蛮多的义工 他们也是来自私人企业 银行也有 还有基层也是有 他们都很踊跃站出来 想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士 其实我们也察觉到很多学生 他们没有电脑 他们在家里居家学习 所以我们也是看到有三星人士 他们踊跃的捐赠 这个Laptop 我们也有办法找到足够的电脑 捐给这些有需要的学生 讲到包容性 在餐厅里头 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到 现在接受的幅度很大 早在两三个星期前 我刚刚收到一个顾客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 他说 对我们来讲 那一封信是一种肯定 让我们更加有动力 那就是说 我做的其实不是 在给我的老板看 我做的其实是希望社会 能够接受这些小孩 让他踏入 我们会不会给小孩 去带一个拼 说我是一个特殊人士 到最后我们觉得不要 就让他以一个很正常人 来去面对顾客 但如果他稍微有点点小的犯错 那时候我们才跳出来 就给他几次 那这样给孩子 不会有个压力 那给这个顾客 也不会有那个压力 就是说 就是你是特殊小孩 我是不是要特别 要显示一点爱心 其实这种包容性 就是要很自然的出来 我们做这个 其实不单单 去帮助这个小孩 我们也帮助我们自己 我其实是赚到的 照理来讲 我把这个小孩请来 工作时间是 十点钟到四点钟 他每一天风雨不赶 九点半到 每一天五点半再回家 因为他说 我们员工餐太好吃了 不是 所以我是赚到的 我没有亏 爱心跟耐心 是发自于内心 我们可以互相关怀 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新加坡其实充满着很多 愿意帮助大家的人 当我们去 ask for donors Volunteers 大家都很热烈 很踊跃的帮助 所以或许 以机构方面的层面 我们要如何整合 这些资源 与其十个人 给予同样的资源 那可不可以 今天瑞恩的团队 去做一些这些事情 那庶民的团队 去照顾另一族社群 那又叫这方面 我们提倡的是什么 所以这样子会更多元性 而且会更好地利用资源 那民间团体和政府 就可以互相帮助 那我到底可以为 弱势群体 做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段街坊 听一听一般的民众怎么说 我觉得可以做多一点 教育 我觉得从 中学校要开始 所以要有包容性的课室 老师也要有这方面的培训 那每一步都要到 中学校的课室 所以我觉得要多一点 知识 可能就是多跟他们接触一下 看他们真的是 真正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是金钱上吗 还是可能在工作上可以帮助 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地方 可以提供帮助 可能他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就是说 去联系这两者 对啊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 有时候跟他们做一个朋友 就抽出一点时间 跟他们多接触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些 ministry都有很多 effort to include他们在新加坡 for example RAM 有很多RAM to help那些在做轮椅的人 而且有很多organization 在新加坡 都照顾那些弱势群体 我们也看到说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群体 其实大家都是希望说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去充分地去发挥他们的前蒙 在幼教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去创造一个空间 让那些有特殊需要的这些孩童 也跟其他的孩子一样 有相等的机会去学习 去活动 去玩耍 除此以外 长大之后 他们寻找就业机会的时候 他们也是希望说 有一个公平平等的机会 去寻找他们心目中 一个理想的一个职业 所以我觉得政府跟社区 我们能做到 而且必须做到的 就是怎么去创造 这样的一个环境 刚才很多受访的居民朋友们 他们也提到说 怎么去创造更多的意识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一些新加坡人 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 感觉上好像 不是特别敏感的一些举动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无知 没有跟这些弱势群体接触过 而不代表说他们没有爱心 所以我们整个社会 应该多创造机会 给不同背景的人士 有这个交流 沟通的机会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是对大家比较公平 对大家比较一个平等的待遇 说到新加坡写手前进运动 其实就是要聆听民意 对不对 舒敏也参加了好几场活动 是吧 自己观察到什么呢 我觉得从这几次的 这些讨论会当中 其实也看到新加坡人 对新加坡蛮有热忱的 因为大家都很踊跃地给意见 就是很想要国家改变 很想要国家进步 很想要国家向前迈进 所以觉得是很有盘望的鼓励 通过这个更新社会契约 我们是希望看到 我们每一个国人可以 问问自己说 我能为我自己做什么 我能为我的家人做什么 然后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社会机构 我们相互能为大家做什么 只有当大家有这个积极性 想去付出的时候 我觉得总体上 我们大家都会输意的 大家都希望新加坡更好 那你们理想中的家园 理想中的新加坡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是怎样的一幅图画 我是希望人人多包容 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的温馨 新加坡已经是出名 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了 那如果能够再让人民能够 吃得软 住得好 然后金属津贴再多一点 更加多爱心的话 那是更完美的 不管是特殊需求的小朋友 还是来自弱势家庭 如果他们是幼苗 那么我希望他们可以茁壮地成长 而我们提供那个茁壮成长的环境 我会期待百花齐放的那一天 新加坡本身已经是经济蛮发达的 而且基础设置非常完善 我很想看到的是人民很有任性 就算不管碰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可以站起来 可以面对挑战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 都是鼓励我们为自己而活 我是希望新加坡人可以了解 为别人而活的开心跟兴奋 我希望新加坡可以继续成为一个 能让每一个人能发挥潜能 追求梦想 寻找幸福 过这美满人生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有句话说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那如果我们都迈向这样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好事不论大小 我们都坚持做 我们都要做到的话 我觉得我们距离这个理想家园就不远了 所以各位新加坡加油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孙雪凌政务部长 以及所有来宾朋友们的精彩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对空中访民情的支持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